今天想要教大家畫的就是我臉上的這個在日本很流行的一種素醉妝 然後就是看起來臉蛋紅烏烏的 然後就看起來很萌萌的 萌萌可愛的一個妝容 然後非常適合給女生們畫去約會啊這樣子的地方 所以呢想要學習在男朋友面前裝可愛的女生們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唷 首先呢我會用這個Beauty Maker的Aqua Color Controller來做局部的體諒 上在眼皮這塊這個區域 千萬不要把它上在全臉要不然會看起來整個臉很失敗 就需要在一些需要體諒的地方 然後髮令紋這邊都會時常都會比較暗沉 就可以也帶過些 粉底我一來還是用這個BVC的粉底 除了用手指外呢你還可以就是用這種blending brush 然後你可以噴一些保持噴霧 好然後呢用畫圈圈的方式來上 然後分底上好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就是上遮瑕膏 遮瑕膏這次呢我會用的是Cinema Secret的這一個耶 遮瑕盤 我們就會用這個混合這個 這下比較偏黃色的所以我會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在這個 黑眼圈的地方 然後現在只痘痘 點了過後 像外滑圈圈 然後我會拿這個刷子把它們變臉給blend開來 記得不要動到那個黑那個痘痘的中心點地方 因為這一次我要做的妝感是比較水嫩一點 就是不想太多粉感 所以上再舉一步上一些就是定粉 比如好像眼睛下面 喔我用的還是一樣 是這個Warderized的定妝粉 這個地方用按壓式的做定妝的動作 好像我的眉毛呢 它是前面深 後面比較淺 所以呢 我就會拿這個 我們面前後面這個最深的顏色 先畫出一些那個 形狀 因為這次我們主要是比較想要做一些比較小清新的那種素醉妝 所以眉毛盡量不要畫得太粗太黑 好然後前面地方我就會用這個中間這個色的眉粉 來帶光 來帶光 好眉頭地方我會拿這兩個顏色混合 然後再眉頭照一下 要自然見面 好眉頭 好了眉毛好了 好眼睛的部分呢 我今天會用一個眼影盤來完成整個眼妝 就是這個啦 這個是你在Watson或者是Guardian都能買到就是Refron的眼影盤 這個顏色炒太陽 然後 首先我要用的第一個顏色呢 是這個 上面的這個珠光粉紅色 好已經快被我用完了 你可以看到 好然後呢 我就會上來整個眼窩 然後呢 第二個顏色呢 我就會用這個 下面這個 比較亮的粉紅色呢 比較亮的粉紅色呢 來畫 來畫 握殘 好 畫的地方呢 就是從眼頭 到黑眼球的下方 然後我還會就是帶一些上這個眼角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那個 開始有握殘出現了 眼睛就不想不想這樣 放電 好然後 第三個顏色就是用這個 中色 好我們就是畫在眼尾地方 然後更加眼睛的深邃感 就是很自然的把它往外拉 然後 拉下來 然後最好要把它暈開 不要看到那個 有那個中色一條線的感覺 所以要把它暈開 暈成像這樣 然後這一次呢 眼線呢 我會選用這種 棕色的眼線筆 因為不想要那個線條太過黑 太過明顯 所以這次要打造很乾淨的眼妝啦 然後一樣就是畫在內眼線的地方 好眼尾的地方呢 我就是要把直線的拉長 就是不要往下 因為我的眼型的話 往下看起來很沒有精神 所以會這樣拉著 好就是像這樣眼線 假睫毛我選擇的是 是這種看上去很自然的 好像自己睫毛的 而且它會比較偏短 所以黏上去的話 不會好像太過長 我在黏上去之前呢 我都會把它夾一下 然後我已經把它修剪成我自己的眼型的長度 然後接下來就是上那個膠水 好然後放的時候呢 就是從中間開始放 好眼妝畫好了 然後現在呢就是要修鼻影啦 然後修鼻影喔 我依舊會用這個 Maybelline的Eyebrow King 最淺的顏色 然後把它畫在這個地方 然後輕輕這樣戴一下 帶一大鼻頭 然後用手把他推開 然後用手把他推開 全部修容就是用 一樣是我這個 修容盤 就是從這個地方 往嘴角的方向前進去 然後記得要把它給推開 不要有那種黑黑的一條線的感覺 就是要把它blend blend 然後好像我的臉頰呢 我的臉頰會比較寬 所以我會視察這裡都修一修 一個凸顯點 然後這個腮紅呢 我會用這個CAMMAKE的 Cream Jig Cream Jig Blush 然後 昨天才剛剛入 書記妝的腮紅畫的地方呢 是比我們平時畫腮紅的地方 還要比較高一些 所以呢 就是你要畫在靠近眼睛的地方 點點點點點 看到嗎 就在這裡 是這樣 眼睛這樣下面 我不建議 我不建議 畫到你這裡 淚溝的地方 會看起來更加 淚溝 那個黑眼圈會更明顯 然後呢 我會推薦一些 就是如果像我這樣 兩邊比較高的話 兩邊比較凸起的 臉型的話呢 你就不要把它畫到這裡來 因為這樣會看起來你眼睛小 臉很大 會放大你的眼睛 所以我會把顏色呢 都放在這個地方 Focus在這個地方 之後呢 我會再拿這個腮紅 在剛剛的地方 然後我就叫我 披一上去 這現在就是要打亮啦 打亮就是用這個 打亮粉 放在那個鼻子的地方 在凹的地方加強 然後再把多餘的給帶來 帶到鼻頭 算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进入口红过分啦 口红我会用的是这个 Megulich的齐续豆的牌子 这个是很特别啊 是双色的 是双色的 然后我会拿浅色的那一个地方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次分享的状况呢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是给我一个like 然后subscribe我的channel 接下来呢 给大家一个小 hint 就是下一个影片呢 就会是一个review的影片 所以想要知道我review什么样的product 接下来记得留守我的channel bye